复兴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在26号举行了完工启用典礼 新的江海合理台 他积极推动一部落一聚会所的计划 针对还没有拥有聚会所的部落也继续争取经费 期许在乡内每一个部落都可以有日常集会 传授智慧及仪式祭典的部落使用空间 复兴部落长年以来与北部部落共同用一个聚会所 但应该聚会所距离复兴部落仍有不少的距离 部落者们希望在复兴部落有一座专用的部落聚会所 给族人生活休憩 以示祭典 凝聚部落精神以促进文化传承的场所 竟然将在河里台双业的公所团队集结的争取 26号复兴部落聚会所正式启用 2、1、请建议 每一个部落的集会所 每一个部落的集会所 因为花冬基金的边界滚动是包括物质的上涨 切工切料的问题 所以造成物价的波动 所以公所的负担是非常非常的大 光一个集会所 新城乡公所就要付到750万 750万的议算 所以对一个乡镇的财政是非常非常的吃力 这三个部落集会所 公所就要2200万左右的这个议算 不包括县补 包括花冬基金 包括人民会各方面的补助 我们这个事情 跟我们主委报告之后 主委毫不考虑 马上就答应要帮忙我们新城乡 所以在今年先拨个650万 给我们来弥补这样的议算不足好不好 好来严谨大 谢谢 原委会主委将保罗表示 只要是部落主人需求 都会全力溢出经费来整成地方 今天是我们的复兴部落起用 对不对 对 平台中央巴勒该严谨大 北埔 北埔 还有 整安 还有 今天的复兴 这个加起来 中央跟地方 包括也很多 中央 我有统计过中央 包括 巴东基金 跟延民会的经费 总共赌注3000万 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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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委员陈寅 曾天才也相当的开心 历经四年的时间的争取 复兴部落机会所正式启用了 公所的这个团队 我们非常积极的来运作来准备 其实我们办公室 好像也跟这个公所的团队 这个同仁已经非常熟了 因为你们实在是太长 给我们功课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这样子我们一路陪伴 一路的这个参与 很高兴今天看到 有这样子的成果展现出来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愧是一个人的功劳 那我们在这边 我要借各位的双手 再一次我们谢谢 李正文议员的配偶板100万 李布什议员的100万 还有周俊佑议员的100万 我在104年一再的要求 行政院院长 还有国发会的主委 一定要把我们原住民族 部落最重要的部落机会所列入 所以他们也同意 列入这个发动基金 作为新建的经费 所以我们要感谢 从中央到县到乡镇 其所有的民意机关 共同的来解决我们 部落机会所相关的失误 现在下来会代表的是 福西部落机会所 是新建第一个 收到营建物价 突然快速高涨 冲击的机会所新建工程 因此26号的启用典礼 可以说是见证历史典礼 未来还有大德 加薪以及花样部落机会所的工程 相互所团队正在进行 建造申请等相关作业 很快的就会完成 以部落与聚会所的计划 感谢圆明会主委 以江巴洛尔 华兰县政府县长许正卫 立法委員陈寅 曾天才 先以李正文 丢失一赖 周军英友的协助 也感谢新人下面代表会 全体代表的支持 也共同见证了 福西部落机会所的 网工启用 吸收打造 乡亲主任们 幼稚的活动空间 记得中意 先下午到